我们来演示如何在Campaign Monitor上创建一个Campaign Template 第一步我们需要登录这个Campaign Monitor so this is the URL 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这里是用户名 然后这里是它的密码 再复制 粘贴 登录 好这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My Templates 然后这里我们新创建一个Template 然后这里选择Upload to your own HTML 那这里我们就取名叫Test 然后这里要上传一个HTML 所以这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我们项目中的HTML 所以我在这里直接选择这个 在这里index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把这个CSS和Image做成一个压缩包 那这里我也做好了 这里做好了 记住一定要在这个文件中创建压缩包 而不能把这个目录也压缩进来 这样的话它就会找不到这个相关的文件 这里是长饭的一个错误 那么OK Add Template 这里需要花些时间 但是好我们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createcamping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到这个camping camping我们直接这里面创建一个新的create a new campaign 那么我们这里就叫TASTA can pen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做的这里就保留这个吧 然后下面我们直接next content content呢是这里我们要选择my template 这里刚创建的这个test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看 我们可以创建很多很多的这个block 这个block实际上是我们用这个camping monitor 这个上面的这个它指定的标签去在html里面写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比如说body copy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就添加了一个这种标签 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下面再添加一个比如说location吧 这里就加了一个location 然后添加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拖拽 拖拽 然后我们可以编辑这个内容比如说edit 我们可以编辑这个比如说test 这里就变test 所以说然后你就可以点previe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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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